雷尾聊世紀 天天樂星 大家好 我是雷尾 今天來看瑪雅人對上哥德仁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OK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的文明是瑪雅人 瑪雅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工兵單位造價非常便宜 而且支援永續的部分有這個15%的加成 這個金礦跟石礦都可以吃得再更久一點 那瑪雅人的前期經濟也算是不錯的 那中後期都算是一個滿水平線增長的一個經濟曲線 那後期的瑪雅人他還可以打出這個白旗的老英國老英 這個坦度非常十足 那瑪雅人的生育實在是比較沒那麼厲害 因為他的生育沒有這個救贖思想 遇到生頭戰術時會顯得比較無力一點 OK 那先來介紹一下哥德仁 那哥德仁最大的特色就是他的步兵單位非常便宜 而且織布技術可以馬上研發好 所以通常前期可以賺個織布技術 然後去多安一隻村民 獲得這個經濟領先 那除此之外他吃這個大象啊 這個犀牛啊這種野豬啊鹿啊 斑馬這些野生動物 吃的時間可以再更久一點點 所以他在前期的經濟加成其實不錯的 那哥德仁呢 他的步兵如果打不贏的情況下 也有火槍跟火炮可以使用 後期甚至也有大洛馬可以用 那他大洛馬呢沒有三級馬卡 所以後期打大洛馬的時候也是蠻看狀況的 那哥德仁的打法還是比較偏經濟型的 強攻型的話很容易會打一打 就被防住被打下去的可能性也是會有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經濟 好 看一下配置 那這兩位選手呢 是我們熟知的MBL跟The Viper 好 給了 Viper的話跟MBL在天梯上算是也是很常見喔 但最近呢Viper又回來打天梯了 所以MBL跟Viper在天梯上最近的交戰是比較少的 然後剛好這一場呢 MBL跟Viper又再次遇到了喔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好 這裡木頭是配個兩個人 蓋完房子之後補到三個 然後這邊就去補給這個肉 然後大象這裡第二頭還沒有拉 該拉了 OK 好 這邊拉一下 然後這裡模仿 第四隻村民喔 可以來蓋一下模仿喔 但是這邊的打法是主要去全部吃 這個野生動物的肉 邊割的可以吃更久一點喔 所以模仿可以不用那麼早開啦 那到底哪時候要開模仿喔 有點試試看你的戰術喔 如果你是要打棒棒快攻的話 那你就不能下模仿了 你就要趕快來蓋菊穎了 好 菊穎蓋完這邊大約在補魔房 應該還要補一個房子喔 不然大約會卡人口 如果是要棒棒快攻的話 好 當然它這邊的快攻呢 是一個比較慢一點的喔 並不是那麼快的早期快攻喔 它的慢也比有慢多少 就是它是先點封建時代喔 再按民兵的做法 有一些超級極限的哥德 棒棒快攻 是封建時代還沒按下去喔 然後一存到175木頭喔 趕快就直接出棒棒出來了 那viper這邊均勻下的早 但是卻還是要等到封建時代點下去喔 才出民兵的一個策略喔 OK 那瑪雅呢 這邊MBL是決定拿工兵開局 看到你棒棒開我最開心了 我工兵便宜 只要三隻村民蓋好牧牆 穩穩挖金礦 工兵就可以順利的量產出來了 好 瑪雅點下來一級伐木 哥德這邊也是 兩邊的農田科技都沒有先點 因為這邊誰點農田科技喔 就會有斷肉的可能性喔 甚至會斷村喔 而且這時候羊還沒有吃完喔 點一級農並不是那種迫切需要的 反正是要趕快點下一級射 跟這個金礦穩定起來 更重要一點喔 好 這時候終於第一隻工兵已經出來了 這邊裝甲步兵打的時間非常久 但是MBL還是順利的把這個木牆給秀了回來 那這邊呢 順利點下來一級射擊 OK 開始量產工兵了 那MBL這邊要趕快轉... 射箭場 不好意思 講錯了 VIPER這邊要趕快轉射箭場 好 那裝甲轉射箭場 一定要先出毛兵喔 然後等你毛兵數量大概三到四隻左右 可以 或是五隻 可以直接集火秒掉一隻工兵的時候 再轉工兵也可以喔 當然你要提早前轉也是可以喔 那提早轉工兵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你不要消耗這麼多肉 可以讓你快速升到城堡時代 所以工兵早點轉的話是OK的 但是... 然後趕快去... 怎麼說呢 趕快繼續前壓敵人 不要守在家裡會比較好 好 因為這個工兵單位本身就不是防守單位喔 要趕快給對方更大的壓力會更好 好 那這邊MBL呢 是也在家裡開始農了起來 兩邊... MBL是沒有點一級農田的 但是VIPER是有點一級農田的 好 這邊肉量來到了十一片田 哥德這邊是點下了一級射 工兵單位開始出門 對 這個就不能放在家裡了 那有人說那老鷹怎麼擠喔 其實老鷹給的壓力並不是那麼的巨大 甚至按一隻裝甲步兵在家裡反就可以了 當然裝甲步兵其實蠻貴的 在封建時代的價格來說的話 好 這邊裝甲步兵直接上線砍掉老鷹 但是後方工兵直接衝到了村民這裡 老鷹直接被反擊回去 工兵手有三隻一直拉打 VIPER被收掉了一村 但這邊有很多狀況出現了 這隻村民不會死 上面的裝甲也是爆凱因波 炸毛兵趕快去打後方的弓箭手 VIPER這邊分兩隊 但兩邊都有受到一定的經濟損傷 但剛剛VIPER直接用村民反擊了老鷹回去了 所以老鷹真的算是蠻好擋的 比一般的刺頭來說的話 老鷹算是偏好擋 OK 這裡看起來是穩穩守住了 果然按了一隻裝甲 但裝甲遇到弓兵的話會被射爆 哇 被收掉 這邊弓兵控的很好 那VIPER這裡沒有在下面下拔木場嗎 這裡感覺是要下一個 好 利用裝甲步兵加上毛兵的一個防守 確實是手下的家裡 那MBL這邊是已經順利點下了 全寶時代升級了 目前暫時領先 大量的毛兵打這個裝甲步兵 沒什麼傷害啊 而且VIPER還點了一級的步兵鎧甲 遠拔兩點 裝甲步兵 完全不會被這些毛兵打到很痛 這個毛兵怎麼打都是一滴 好 後面過來 想要抓到這些步兵 但是裝甲步兵已經貼了上去 直接爆砍村民 村民直接被收掉了一隻 很痛 哇 又弓箭點掉了一隻 VIPER就是VIPER 直接瞬間兩殺 但已經要升到城堡時代了 這邊死村民其實沒那麼嚴重 一天待會補TC 馬上村民就可以補回來了 那如果是在黑夜時代或是封建時代初期 被擊殺村民 那這就是個大事了 真的是出大事了 這邊MBL是決定要開始繼續轉弓兵 當然沒有挖石頭 趕快走一段的這個弓兵單位 奴兵 老鷹也要出嗎 這邊要走雙線很困難 肉類跟黃金可能會有點缺 好 白婆兒再一次把對手給 逼到了中間 應該是他被對手逼才對 哈哈 MBL這邊的弓兵非常麻煩 一定要轉戰毛 哥德一定要把這個戰毛兵給轉出來 那哥德人他的優點 是他戰毛兵有三級射跟三級反 所以後期轉火槍問題真的也是不大 防禦都正常都是有的 好 那如果打戰毛的話害怕就是老鷹了 那老鷹的單位的話 哥德也可以繼續轉這個常見兵 但騎士來說的話還是比較好一點 因為他可以追上老鷹 稍微有主動權 這裡應該要開個城鎮中心 野外挖礦 白婆兒這樣地圖還算可以喔 但是金礦在前面是有點麻煩的 所以你要在後面趕快開個城鎮中心 確保自己的黃金的來源 好 那MBL這邊是決定先挖石頭 五人挖石 慢慢挖 然後轉出來的東西是修道院 哥德跟瑪雅算是一個很經典的對決 在早期的遊戲裡面 哥德跟瑪雅人 這是很常在天梯上遇到的 所以就算是 有點文藝復興的感覺 夢回 2000年 現在幾年 24年前 好久以前 好 那MBL這邊是決定要打生侶 生侶趕快按 那這邊出生侶的好處 除了減生物之外 也可以稍微反擊一下對方的生侶 去攻擊自己的老鷹 或是直接硬貼這邊的工兵單位 MBL這邊的經濟開始穩定了起來 48吋對46吋 村民術並沒有落後於哥德 一個人 好 Viper這邊騎士上去 往前 並沒有第一時間攻擊 因為他想要吸引對方的 箭矢傷害 還有想要去打老鷹的關係 所以在旁邊抖動 並沒有上去貼上去 一直用後方戰毛兵 自由開火 急殺掉了非常多的MBL單位 然後等對方的工兵單位變少 騎士就可以上 哇 這個就是Viper的控兵細節 各位學費了嗎 太神了 這個有點猛 前面的 瘋狂 溜騎士喔 這個是蠻好的一個細節 可以看的 Viper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MBL喔 這裡損失了前方的所有工兵單位 但家裡還有一坨工兵 也準備要出門了 這邊騎士想要上前 有機會收得掉嗎 但是騎兵沒有馬凱 直接被射爆 生旅第一時間 可能會被集火剪掉 哇 Viper阻止了這一波的 剪生物的動作 哥德爾遇到對方轉工兵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按生旅的 但3TC開下之後 就可以開始考慮 要不要去補個 修道院了 然後可能可以轉一些 弩砲啊 或者是戰毛兵 3TC補下 修道院也補下了 流程是相當的標準 標準的流程 老鷹看到 戰毛兵想要貼 但戰毛兵 現在有二攻的關係 所以打老鷹有3滴血 要反射也沒問題 反而是MBL先轉出了投石車 投石車打戰毛兵 加攻兵的策略是很好的 這個打法也可以適用在其他工兵果 例如這個捕獵顛 捕獵顛轉中投長攻 可以克制戰毛 可以跟衝車 其實很好的一個搭配 所以玩工兵果 對上對方轉戰毛這種反擊單位 轉這個投石車是相當好的一個決定 好這裡直接撞城堡 MBL這邊的城堡防守相當得體 這個儲金就可以安全守住了 好前線果然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那為什麼轉生旅的時候 一定要轉工程器製造所 因為這會讓你的3TC運轉會更加順利 因為你可能為了要守對方的工兵 然後按了太多的戰毛 導致你的村民會斷樂 所以補個工程器製造所 整個弩炮或是投石車 防守的壓力相對會來說小了一些 哇這個投石砸得很準 然後再用殘血的 這個工兵收掉了投石車 好那MBL目前是佔據優勢的內一番 MBL只有戰毛兵跟投石車跟騎士 是沒有辦法打敵的 哥德人本身還是要轉出 這個哥德衛隊會比較好打瑪雅人 那瑪雅人他沒有火槍 那如果遇到哥德衛隊的話 其實蠻難打的 但他能打一個東西 打贏哥德的方法 就只有這個羽毛劍射手 那羽毛劍射手 他是對步兵有加2點傷害的關係 所以遇到哥德衛隊 如果怎麼射都是1滴血的情況 他還會變成1加2 所以射一下會有3滴血的傷害值 所以數量異多 打哥德衛隊其實還是稍微能打的 那哥德這邊最好的搭配 就是哥德衛隊 配戰毛兵 是解羽毛射手 一個很好的一個做法 那我是覺得哥德衛隊還是要出的 兵不能不出 因為哥德衛隊移動速度很快 還是高遠吧 那投石車跟弩炮的話 就是有點看情況在用 個人是不太喜歡用投石車跟弩炮 有點顯得被動一點 你要主動的話 很難用投石車跟弩炮 打出大量戰機出來 喔 這個有點準 好 那MBL是決定要轉出了 步兵單位 那你看如果你這邊出弩炮 投石車的話 瑪雅直接轉個黃金國老鷹 哇 每大量弩炮跟投石車直接被拆光 就尷尬了 所以主要還是要 浩哥德衛隊跟戰毛 投石車跟弩炮 只是輔助 就跟投籃一樣 右手只是輔助啊 喔 這個 回頭看一下 哇 MBL直接被拆了650石頭 我的天 瑪雅一瞬間看到他敲城堡下去 沒了 MBL直接在後方補了一個市集 想要買上的嗎 賣掉大量的木頭 買出一棟城堡 有沒有可能 哇靠硬要 真的買上了 662石頭 我的天 再蓋一次 特利鷹 直接送650 居然還可以 再買回來 MBL有點上頭啊 這就是一直凹一直爽 如果是HIMERU的話 肯定是會凹的 MBL也凹了 OK 但是能凹到這根城堡 這個黃金就是MBL的咯 那VIPER這邊就會少了非常多的黃金 好 但目前優勢呢 是MBL這裡 但是哥德這裡呢 已經可以點下帝王時代了 所以待會 帝王剛劍好 好像用巨型投石機 拆除這根城堡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點完帝王時代 就可以開始慢慢亮場 哥德衛隊了 二級的步兵鎧甲 快上去了 好 如果這位隊步兵爆的話 至少農田要在50片田以上 才可以搭配這個井噴 這個中文叫做士氣灌注 增加一下這個肉類的產量 才有可能爆出大量步兵 那目前農田的分配規劃還蠻不錯的20片田 好 這裡又被收掉了兩台投石車 MBL又站上了優勢 好 二級防 護衛技術 跟無政府狀態 看來是要打哥德衛隊 這裡均勻要一直補 至少要補到5到6個 當然4個也可以 但我是覺得有點偏極限 好 這邊快用戰寶兵反擊一下工兵單位 好 羽毛尖射手 射掉了這隻蓋均勻的村民 好 MBL家裡目前是一片繁榮 那哥德衛隊跟老鷹 打起來誰會比較強 之前有被問過這個問題 那如果是有黃金果的老鷹的話 那應該是瑪雅會比較強 那哥德衛隊跟老鷹打 本身就是互相傷害的環節 所以你要說誰強誰弱 其實還真的不好說 好 哥德衛隊這邊都產生出來 老鷹目前也是量產出來了 好 這邊不會轉老鷹嗎 當然感覺目前MBL也不用轉老鷹 老鷹稍微出個少量的 去反制一下僧侶阿 或是反制一下對方的工程器 或是戰毛兵就差不多了 主要還是要繼續量產 這個羽毛射手 因為哥德衛隊的話 用老鷹是有點難打的 我們剛剛有講到這個問題 可能打久了還是會虧 雖然人家哥德衛隊黃金很便宜 但老鷹要50塊錢 有點偏貴阿 這個價格 好 但羽毛射手 現在還沒有精銳的關係 是哥德衛隊非常的癢 那待會一定要趕快先升級精銳上去 哇 什麼射都是1滴 沒尷尬 當然哥德衛隊直接貼了上來 OK Viper這邊是補下了2攻 還有增兵技術 夢田補到的是11片田 上方的城堡 還沒有產出巨型投石機進行工程 往左邊衝刺了一波 打掉了一些羽毛劍射手 但還沒有辦法解決大量的單位 那把這個城堡直接蓋在下方 控制了這邊的野礦 既然上方我拿不下來 那我就往下發展 OK Viper的思維還是比較彈性一點的 並沒有那麼堅持一定要拿下 上方這塊自己的副技能 那Viper點下了金罐 四氣罐入 二級農田也點了 二級攻 資源來到最緊繃的狀況 但是還沒有工程器進行工程 哥德衛隊一直往前送 有點打不出東西來的感覺 但精銳哥德衛隊已經補好了 血量來到70滴血 遠防10點 攻擊力12 12 待會還會加個2點 5點12加4 16點傷害 比遊俠只少了2點傷害 其實還不錯 哥德衛隊高傷害 但跟遊俠打還是遊俠一定會贏 畢竟造價也比哥德衛隊貴 沒有關係 麥拉人是沒有遊俠的 只有這個老鷹跟這個雙手劍兵 他甚至連劍勇都沒有 有 這邊直接手撕戰錨兵 射掉了大量戰錨 麥拉這邊開始推進了 這邊工程往下進攻 但家裡後方已經有少量的羽毛監視手在燒了 麥拉也是瞬間按了一些哥德衛隊 進行防守 但門面這裡沒有城堡 這裡主金直接被棄手 兩千多塊黃金還沒有辦法挖 那MBL這裡也是開始慢慢防守了回來 現在精銳羽毛劍射手已經點下了 打哥德衛隊就會稍微有點傷害了 來看一下這邊哥德衛隊 過去就會被秒殺 有痛囉 有精銳跟沒精銳真的差很多 好 哥德衛隊打羽毛劍射手還是很痛 是三刀一隻嗎 哇靠好像是耶 三刀一隻羽毛劍射手 有夠痛 三台巨型投資機 過來修理一下 現在MBL在專心控這兩坨 羽毛劍射手 這裡挖金放被抓包 三攻補下 三攻補下 左邊的部分看起來沒有再繼續進攻了 打得很保守 如果是我的話我就想要拆修道院 或拆城堡之類的 這樣可能會有點危險 這邊巨頭人將在這邊架起來 MBL這邊已經點了三攻 不是MBL VIPER 一直把VIPER搞成MBL VIPER這邊哥德衛隊非常兇 抓到了挖金礦村民 但村民宿目前還是MBL領先 瑪雅其實是有大衝冊的文明 所以這裡如果不考慮出老鷹或者是雙手劍兵當前排的話 也可以考慮直接用大衝車去頂對方的巨型投資機 或是當作工程的前排肉盾 吸引對方城堡的傷害 作為坦克的 所以以前也會有人會說 把瑪雅當成是 不是騎馬版的蒙古來看待 如果你需要蒙古的話 可能瑪雅也會很適合你 大後期的話其實蠻相似的 蒙古大後期的大衝車 配上蒙古圖技 跟瑪雅羽毛劍射手 配大衝車 是很類似的一個打法 哇這邊巨型投資機沒有射掉 剩下十幾滴 NBL不敢繼續射 但VIPER這邊三攻全部機體都已經好了 哥德威隊上去硬貼三刀 就可以收掉一隻羽毛劍射手 NBL不敢輕易 上前跟對方對A 但是還是被A掉了幾隻羽毛劍射手 但最後NBL這邊還是能守得下來 VIPER損失了自己所有的哥德威隊 OK 但是巨型投資機四台還存在 這位隊在後面繞 稍微控了一下 黃金 但黃金的部分還是有20個人在挖掘 又再次嘗試使用羽毛劍射手 想要手撕巨型投資機 後面過來修 能夠修得下來嗎 但前面已經死了非常多的羽毛劍射手 哇這裡硬修又把這個資源給修了回來 但這邊羽毛劍射手 聚集的速度太快了 弓箭手造價非常便宜 折扣大戰 弓箭折扣對上步兵折扣 各德威隊又再次衝了過來 再把這個羽毛劍射手逼退 這邊大戰來看一下 往上硬貼 手撕巨頭順利撕掉了一台 NBL這邊繼續使用羽毛劍射手去反制各德威隊 沒有轉出雙手劍兵 OK 涼了 NBL 這一坨 有機會嗎 城堡已經修了七七四十九天了 這個城堡 感覺是有機會拿得下來 各德威隊已經急殺掉了非常多的羽毛劍射手 羽毛劍射手 倒地的數量非常多 NBL這時候打出了巨局 哇 Vipe的各德威兵 瘋狂亂爆 最後農田來到六三片田 黃金其實有點飢飢渴 中間這個金一直被控 這兩塊野金也挖得快要差不多了 如果再打不下來的話可能會有點危險 那NBL這邊也比較尷尬的是 他一直沒有把自己的附金拿回來 我覺得還是要整個雙手劍兵 稍微擋下個的衛隊 才有可能擋下來 但其實雙手劍兵的防禦程度 並不是這麼的優秀 所以還是要搭配羽毛劍射手作為主力 那我是覺得 NBL有點太想要用羽毛劍射手去解巨型頭石機 讓MBL一直用村民把這個巨型頭石機給修回來 然後借取用這個 哥德威隊去拆除對方的羽毛劍射手數量 這一點算是NBL這一場做的有點不太好的事情 那我覺得可能用頭石車會更好 這個中頭啊對不對 去砸他 你可以安全距離的地方去砸他 可能會有點極限就是 但至少你的中頭 你可以去砸哥德威隊 甚至直接轉這個大衝車 吸引哥德威隊去打大衝車 也是可以的做法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呢 是由Viper拿到資源上的勝利 大概贏了5000資源而已 那食物呢是贏了1萬 畢竟他是打哥德威隊 那NBL這邊木材 木材就是學時有點少了 只有2萬而已 有點偏少 但有4生物的優勢 石頭部分則是挖到4000多 所以他這個城堡可以一直修一直爽 那哥德這邊呢 則是拿到1.17的KD 非常的優秀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是想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